算你有良心 懂得回来救我 不用谢 有没有搞错 应该说谢谢的人是你吧 要不然 在里面的人可是你 谢谢你啊 不过 你不是会说日语吗 刚才怎么 接下来去哪里呢 我订了青年旅社 一会儿要去坐大巴车 可靠吗 你人生地不熟的 一个娇弱女孩 我一个娇弱女孩 刚刚好像把你 从警察局里领出来了 你是不是饿了 要不然吃个苹果吧 你不会是 回认识路不知道该去哪儿吧 不对啊 不是应该 有人来接你吗 你不是娇后吗 你认识我 那为什么不激动啊 我这么红 我要看到明星就激动啊 如果啊 我见到我的偶像周易燃 我就会很激动的 有没有搞错 你喜欢周易燃不喜欢我 我很红的 我可是连续五年 被票选为 女人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冠军 连续十年都是偶像剧一哥 连续三年都是时尚人气王 如果真的红的话 根本就不用对着路人 背自己的简历吧 那你呢 该怎么解释啊 假装不认识我 然后想美救英雄啊 你离美还很远啊 你刚刚救我的时候 我对你印象还挺好的 没想到你这个人 这么自以为是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 老天爷一定会惩罚你的 老天爷只会惩罚你这种平民 我还平民 我这么完美 老天爷爱我都爱不过来 你说你完美 你哪里完美了 我哪里不完美了 你说 啊 啊 这 是电子机吗 我说你是穿越过来的呀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哪里幼稚了 我哪里幼稚了 你说 你居然又多撞我 你突然靠近我 当然要保护自己了 我还要 赶巴士 我先走了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到了 小姐 你不会被骗了吧 这种地方能住人吗 我说王子大人 这是青年旅社 不适合你这种王子 我真是好奇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你应该回你的城堡 去睡一万平方米的床 真是搞不懂这种人 你总该把酒店的地址发给我吧 醉嬌 生活不能自理 还不是我帮你擦屁股 你怎么会